大家好,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3年7月6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血脉喷张的一个头顶 头的形状确实长得不错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212的大将 把旧 这话不多说 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动态 范云龙已经抵达了纽约有几天 他来到了East Micah和大裁判 史丽文进行了协助 同时职业联盟No.1裁判史丽文 还给范云龙进行了现场执告 同时主裁判史丽文 对范云龙的肌肉造型和展示 也提出了意见 退见完史丽文之后 相信范云龙在接下来比赛 等于是两个字什么 稳了 今年奥赛和以往的奥赛确实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在奥赛之后 男子健体新的规则将会出炉 所以今年奥赛的冠军 他会有一个指导指标样板 是这样一个称呼 在去年取得第二名的布兰登 他到底今年能不能战胜Einbank呢 我觉得如果尺寸小的话 是有可能的 但是为了树立新的标准 还能不能给这三届之前的奥赛冠军呢 是不是新标准就会有新的冠军呢 按常理讲好像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说不一定 难道Einbank就安全吗 完全不安全 Einbank又遇到了一位强敌 他就是来自西班牙的健体大黑 目前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 可以说是对标进行竞争 说挑衅的意味非常浓 你别牛逼Einbank 我也是来自西班牙 不是 我也是大黑 西班牙赛敌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尺寸小 他现在就是新标准的一个 可以说非常好的样板 如果冠军是三个黑眼的话 那Top 3就是赛迪 Einbank和布兰登 所以布兰登呢 他可能后居一位取得第三 大家仔细看赛迪这个背啊 也很厉害啊 他这个背呢 虽然不像Einbank的两大树的阴影 是这么大 这么明显 但是呢 他看着起来也非常舒服 也非常美观 目前赛迪通过社交媒体也确认 他会参加葡萄牙的这场比赛 当然金波在场上如果发挥良好的话 战胜赛迪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还有三天 Republic of德克萨斯职业破 马上就要进行了 小吉尔米马不停蹄的展示出了自己正面的肌肉 这个八字胸呢 非然是他的一个特点 但是呢 还是非常明显 小腰是非常细 但是腹肌呢 已经改变不了了 这是他天生的基因 小吉尔米的背部却很厉害 手臂呢 三脚肌呢 我觉得尺寸来说 打健体有点大 其他方面都还是很强 只有一句话 你也不得不承认 基因如果不是特别好 难道 男子健体就没有成长的空间 就不能成为好运动员吗 小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之一 他也算顶级的男子健体运动员 在印度舍入Classic 取得健体第三名的阿里 现在正健巴努 为什么 他现在还没有奥赛资格 他如果没有奥赛资格 他怎么能参加奥赛 伙伙的形态不错 前阿潘那名也积累了很多的粉丝 我特别喜欢 就是他的笑容 嘴是非常大 他的颜值让我想起了 来自日本的最新的职业选手 谁 甜妞 甜妞呢 这个你别说 把美颜打开之后 还真有点像和杰瑞米撞脸 我发现日本健体运动员 有时候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喜欢拉皮 你别说杰瑞米 他这两天付出之后 他兄弟现在也是积极的备赛 准备再次进军奥赛 去年他菲律宾的兄弟 他进军了奥赛 整体形态可以说是和杰瑞米 可以说是一个母子出来的 两个人的长相是非常像 当然咱们知道杰瑞米的父亲 是菲律宾人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美国人 他是一个什么呀 他杰瑞米 他是一个浑雄 截止到目前奥赛有资格的 男子健体的运动员 我看到名单越来越多 第二行我看到了谁 这个小伙子名字有点眼熟 这就是台湾小伙子蔡明杰 蔡明杰可以说是在去年奥赛之后 最早取得奥赛资格的 一批运动员之一 在去年十月底的 IRBB台湾POR上 取得了男子健体第一名 取得了资格 而今年的IRBB台湾POR 转到了七月份 也就是年中 相差可以说八个月的时间 并不长 明杰的长相 相貌是非常独特 我这个人看面相 而且整个的脸型 包括耳朵 他有点像精灵 我特别喜欢明杰 特别是整个的方脸 然后长博 再加上很大的斜方肌 这种形象在男子健体界 确实不多见 但是男子传统健美有一位 那就长拨小怪兽 咱们就不能不提到大师赛 大师赛在8月26到27号 除了当天有奥林匹亚大师 还有奥林匹亚 艾姆特·纳卡斯 据说发27张职业卡 曾经是WFF 后来转到男子健体 职业联盟 成绩并不是很佳的 AJ Allison 目前透露出一些信号 有可能参加八月份的大师赛 我们知道AJ岁数不小了 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 而他的父亲 我们能够看出来是一位黑人 从社交媒体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听说有个奥林匹亚大师赛 他说到 而小吉尔米布丁也没闲着 马上进行了回复 说起大师赛 在前两天 在奥兰多战胜 IT大教莫斯塔法的 亚美加坦克 这位49岁的老将 据说要参加这次大师赛 今天来算 大概还有50天左右 所以说 既然他已经参加了奥兰多赛 所以说 隔50天再参加一场比赛 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 状态应该保持的不错 参加男子传统健美呢 他作为老将来说 还真的有可能啊 真的有可能取得冠军 而男子212级别呢 我们主要看一下 利比亚大狮子和山岸秀匡 还有前吉成 利比亚大狮子状态非常好啊 要战胜他非常难 但是呢 前吉成和山岸秀匡呢 可以两个人可以进行对比和切磋 由于利比亚大师常年处于参赛状态 所以说呢 曾经的212奥塞冠军 在这场比赛 基本上可以150%取得冠军 这个时间安排的还可以啊 8月份让他取得大师赛冠军 11月份呢 奥塞他还又能继续来 就是为我们的利比亚大狮子准备的 但是韩国选手金俊浩 岁数也不小了 你知道他有多大岁数吗 我跟你说 他真的岁数不小了 1969年生人金俊浩 现在已经54岁了 说起50多岁 那么想起了著名的奥塞冠军刀锋 刀锋呢 再看最近的状态 白胡子长出来了 尺寸小了 为什么尺寸小了呢 那可以说就是撒字撒 不用了 为什么他不用了呢 四个字撒 他不比赛了 为啥不比赛了呢 五个字撒 岁数大了 而说起岁数大 杰卡特今年满50 在50岁他搞了一个 50岁大挑战 但是你别说啊 最近杰卡特50岁大挑战 这个肌肉阶段展示的时候 还确实真有点当年的意思 延坡是虽然老矣 但是呢 虽然三角肌呢 也不如当年那么强大 但是整体的模子还在难看也是 皮肉呢 有些老化的迹象 健美这行呢 说实话也是青春饭 如果你岁数大的 肌肉保养不好啊 皮肤呢 一现 这展示出来也不好看 你再看杰卡特的发型 是真有意思 确实有他个人的特点 说起大龄的健美者 哎 这是什么情况 韩国知名的B2style教练啊 最近呢 给这个韩郡朗进行上课 两韩 一个韩国 一个韩郡朗 韩郡朗大叔 下次是一定要拿卡 因为见底大叔 韩托啊 这次在2023的 RBB台湾Pro上 也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也有些不足 我觉得腹部控制的不是很好 胸部的不是很丰满 背部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这个油的状态呢 我觉得感觉也不是很好 然而韩托呢 也出现了一些身体状况 下次参赛呢 我觉得状态会更好 古典就不能不让我想起 古典造型亚洲之王 谁啊 刘翔 刘翔这两天呢 来到香港啊 会见了大教练啊 永豪 像范云龙呢 会见了这个大裁判史李文啊 这个性质差不多 从刘翔现场看呢 可以看出啊 刘翔这次呢 是有备而来 准备接下来会爆发 从目前得到的消息呢 刘翔下一场比赛 将会遇到他自己本人的偶像之一 他本人的偶像是谁呢 有没有可能是黑豹呢 有没有可能是魏斯璃呢 刘翔的斜方机呢 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像一般打古典的这个建门运动员 像他这样的斜方机 长得非常完美 还不多 今年接下来剩余的还有很多比赛 相信呢 刘翔会选择其中一场 进军奥赛 在现场我还看到了 我特别喜欢的 也是一米八八的雷蒙德 雷蒙德呢 今年也是参加几场比赛 但是呢 林拿卡呢 仅一步之遥啊 雷蒙德参赛 目前取得小组冠军 都是轻而易举 关键是小组冠军之后的 而且魏斯里 魏斯里在去年呢 还可以啊 奥赛取得了第八名 今年呢 继续准备发力 目前来说 他还没有奥赛资格 接下来 他还准备参赛 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取得第八名 阿诺德呢 这个英国战 取得了第三名 雷蒙德里 最大的目标 就是赢得裁判队 腹部和这个腰部的欢喜 你也不能说 他是腰长 其实他腿也不短 由于他这样的肌肉形态 不是一般人有的 比较独特 所以奥赛呢 裁判不好 把他作为冠军 推广下去 我们说到了和浪沙 和浪沙可以说 是一名笔记的大将 他有一个绰号非常好记 AKA沙沙 目前视频中出现两个人 一个是沙沙 一个是安德里克 他俩是好姐妹 好师徒 沙沙今年的成绩还可以 今年在Mail High 取得了第九名 在纽约职业铺 这么重磅比赛 进入前十五 取得第十次 我们看一下沙沙 在本次纽约职业铺的 精彩表现 他环顾四周 直视裁判 他缓缓走上舞台 他进行180度翻转 他转身之后 进行了相当完美的展示 女子项目可以说是 对展示要求是非常高 有固定的一套动作 整个的手的位置 不能高不能低 要摆正好 如果高了就会扣分 他整个动作 可以说是一气合成 相信在阿诺德和 奥塞比基尼冠军 安执丽肯的指导下 我觉得沙沙将会 在接下来比赛 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接下来在 Republic of 德克萨斯职业铺 他还有三天 我相信他将会 进入前五甚至更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和点赞 等着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